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文字吧 文字和我们开始写的大致呢 就是比较接近 点 顿比 压住 提笔慢一点 提笔慢一点 因为显得比较重 因为这个文字这一笔是特别重的 那我们回看一下 这个点 我这个写的位置 还有交叉点的位置 另外 这边 好 这边 不一样的 好 这边是一个收的关系 而这边是 这边是一个放的关系 这一笔是出去的 项链呢 基本上 水基本上水平 基本上水平 好 这边可以微低一点 好 我们可以再写一下 另外就是 横画的幅度也要注意 好 好 到这边 有一个转 就是笔画有一个变方向的 看到 好 在这里压住 纳化变方向的 是到这里 顿比的点 好 顿比 实际上有 我们可以再 说一下 你看 入笔以后 从笔画从这里下去 走 行走过程中 你看 有笔尖 笔铺开 压下去 压下去以后呢 是通过这个顿的动作 你看 把笔压了 再把笔弹起来 啊 弹起来 就从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说 在 顿比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 就说 什么呢 装饰性的效果 就是 为了达到一个装饰的 形状 所以说我们就在 扣碑的时候啊 它把这些东西啊都 夸张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在我们在写的过程中 是需要通过一个压笔的动作 再把笔画 再把那个毛笔啊 提起来的 所以说这既有装饰性 但是也是我们在 运笔过程中需要的一个动作 那只是来我们说 就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想到下一笔 要去干什么 啊 下一笔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要不它 这种关系建立起来 那样呢 可能说更好一些 是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得很高兴 他就像这个动作 这种功能 一样的关系 我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就像这个动作